在网路上传来传去的 会被人拦截下来 看到了 然后明天每个人都来笑 你昨天送了一封信 要去跟某人说 我爱你 要去跟某人告白 对不对 因为很阿胖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 帮你的存文字资料 做一些加密的功能 对不对 中间把它变成乱码 所以这时候 就算在网路上传递 被人拦截下来的时候 人家也看不懂 对不对 好 可是这几年 因为云端运算红了 衍生出来一个新的问题 你们也许有机会 可以去修一些 密码学的课程 像我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我就学过密码学 然后密码学上课的时候 第一天 老师就跟我们讲 密码学就是你要去想 那个演算法 有没有 去加密码 对不对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你的 演算法好不好 在我念书的那个 二十几年前的那个年代 我们的讲法是说 你如果要破解一组密码 假设 假设你要算出一组 可能的密码 你可能要花一秒钟好了 你 你总要把算出的可能值 也许要储存起来 之类的 对不对 我们那个年代 只有磁碟片 1.44M的磁碟片之类的 硬碟还比较贵的时候 你每算出一组资料 你可能就要把它 儲存在磁碟片里头 对不对 你可能 那个密码很难破 你可能要算个 几千组 几万组 几十万组 几百万组 才有机会破 对不对 那些资料 你都要保留下来 可是你要放在磁碟片里头 磁碟片要有空间 对不对 所以 当年 我们那个年代的密码学 我们说这个演算法 这个加密的演算法 很难破解的意思是什么 你可能为了破这个密码 你要张罗一片像辅大 这么大的场地 里面要摆满了 光磁碟片 或者光磁碟片 有没有 你可能要花个 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够算出 几百亿组的 可能的 solution 有没有 这样才 可以 平均来讲 才可以破解掉 这一组 密码 才可以破解掉 这个演算法 如果你需要 张罗那么大的场地 那么大的空间 那么多的磁碟片 资源 那么多的计算的能力 有没有 才能够破解掉这个密码的话 我们就说你想的这个加密的演算法很棒 因为是一般的情况不太容易破出来的 懂我意思吗 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的时候是这样 为什么说现在面临到云端有一个问题 因为云端 反正我现在CPU不够 对不对 我的运算能力很差 我就去亚马逊 我就去Google Google App Engine 对不对 我就subscribe一下 我就付点钱 我就告诉他我要用100颗 200颗CPU 有没有 反正我要多少RAM 我要多少CPU 我就花钱 跟他租 对不对 他以前可能要张罗一个 辅大这么大的场地 可能要弄个两三间大教室的机房 现在不用了 机房场地 儲存空间 这件事 Google跟Yamachi都搞定 我也不用付电 我也不用付水 我只要付钱 租金 租这个CPU 预算能力的租金 就好 因为CPU不够就再加 不够就再加 对不对 所以我以前可能要 投资个 几亿 买个 辅大这么大的场地 买机器 写程式 干嘛 才能够搞定这件事 还要算个两年 有没有 现在可能两天 就破了你这个命 所以因为云端运算的关系 很可能 什么样子叫做一个 好的加密演算法 这个定义 都要再做一些调整 所以可能 到最后 又会变成 告诉你 你今天想要在Google上面做那个 写程式 用Google App Engine 写程式 等等 你可能要先签署一个合约 你不能够拿这个 Google的App Engine 来破解银行的密码 不能够拿它来 来制造原子弹等等 有没有 就要类似签署那种合约 才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 实在的演进 造成的 一个新的 不同的思维跟威胁 所以很有趣 这个就是讲到 你有资安跟加密的问题 就算加密的 还是很 很不够安全 为什么 我本来 也许 也许很喜欢这个男生 我要跟这个男生告白 对不对 所以我想办法 写了一个 SML 档案 里面写 我爱你 透过网络传递 我把它做成密服 对不对 所以我有 Security 普通人看不到 但是你也知道 骇客很厉害 还是可以拦得到这个 风高 没关系 就算被你拦到了 我也加密了 对不对 你拦到了 你看到了 因为不是写 我爱你 你看到了 是一大堆 乱七八糟的拜 乱七八糟的资源 可是你也知道 骇客还是比你厉害 骇客还是可以翻出来 破解掉那个 叫我爱你 对不对 那万一 骇客很贼 怎么办 万一骇客也很喜欢这个男生 他故意 拦下来我的风高之后 发觉到 我写我爱你 他就把它改成我恨你 加密之后再寄给这个男生 那怎么办 这个男生就变得很恨我 对不对 那不行 所以 我们要有电子签章 做 SML Signature 不只是加密 而且我们在那个加密的文件后面还附上一个 电子签章 那个电子签章基本上就是去算那个checksum 你前面的data不一样 你算出来的checksum就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爱你算出来的checksum应该是要跟我恨你 算出来的checksum是不同的 所以这时候你如果把前面的字 篡改成我恨你的时候 我们一验证 签章 不对 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被偷改过 这个东西不是我发的 所以他就不会恨我 所以每个技术 其实 都是有 连带关系的 你要做电子签章 其实你如果去修密码学 你就会学到什么 PKI 学到什么 Public key Private key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需要 有那个key 去算出一组密码 去加密 等等 对不对 所以 那个密码 怎么样管理 就像你平常 有Facebook的帐号密码 有Google的帐号密码 对不对 有平常 古大给你的email的帐号密码 有没有 实验室的电脑的帐号密码 你自己电脑的帐号密码 你会不会觉得 缓寄这么多帐号密码 这件很累的事 所以像我很懒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帐号密码 对不对 但是只要一个被破 就全部都被破了 有没有 我老婆也很有趣 我老婆就是会带一本笔记本 上面写 所有的帐号密码 这个跟没写是一样的 因为只要那本笔记本丢了 也是全部都被破了 对不对 对啊所以 怎么样去好好的帮你管理 各式各样的帐 有没有 管理那个加密的帐 这其实是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 所以网路上也有一些软体专门在帮你记录 Facebook的帐 浮浪的帐号密码等等 有没有 自动帮你做登录等等 可是我有时候用久了之后就会觉得 那种东西就跟手机一样 我们现在常常都不记得 对方的手机号码 为什么 因为你每次都是手机打开来用那个联络户 通讯录 对不对 直接就 就打出去 所以渐渐的 你就会忘了这个人的 电话号码 是什么 每次 每次人家常常会问我手机号码是什么 我真的都想不出来 因为我自己不会打电话给自己嘛 对不对 所以我真的记不起来我自己的手机号码 可是人家每次看我结结巴巴的时候都以为我是 不想给电话号码 有没有 其实不是 因为我自己真的记不起来 我现在更糟糕的一天是 我有时候连我老婆的手机号码都记不起来 因为每次手机拿起来就是直接按名字 对不对 我连他的 号码也记不起来 所以他有时候会觉得我不爱他 因为连个最基本的手机号码都记不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 key management 会衍生出来的问题 有一个东西帮你管key 帮你管帐号码 管得很好之后 你渐渐的会忘掉很多事 那个东西如果不见了 就反而很惨 这个是SML这边你要注意到的 SOP这边 基本上就是用来做讯息交换的 他讲的很抽象很空洞 你看算力比较快 你如果写过SML档案的话 这个档案其实看起来还是SML 对不对 但是他跟你平常看过的SML档案有什么不同 他一样是tag 有faito的tag就有结尾的tag tag里面可能有属性 属性里面可能有 值要用刷一号带一号刮起来 都一样 但是这个档案跟你平常接触过的SML档案有什么不同 就是那个tag名称好像怪怪的 好像没有看过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些tag名称 我们SML档案tag名称都可以自己定义 但是你要交换讯息 你定的tag名称 对方要看得懂 对方写的tag名称 你也要看得懂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用同一种语言来讲话 我们要用同一组tag来跟人家沟通 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叫什么envelope 他就很像信封一样 因为我们在交换讯息 就好像在送信 收信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个信封把整个东西包起来 信封里面可以告诉人家 你要寄到什么地方去 等等 怎么寄等等 有一些tag属性 可以做这件事 然后呢 有body body告诉人家 你这个信 里面的内文 真正要写些什么 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这个 sob env 帽号 sob env 帽号 有没有 这个就是那个 namespace namespace其实是个网址 所以你其实